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跟我一起来敷面膜 然后面膜呢我用的是韩国的这个365面膜 我刚刚呢洗完了澡 然后现在呢坐在床上 然后带了一个这种眼镜框 感觉还蛮遮丑的 然后这个面膜呢是两步骤 第一步骤呢是一个偏酸类的一个这种擦拭的 然后第二步骤呢就是面膜 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用用看 然后这个第一步呢是一个peeling pad 然后我之前呢入过欧美品牌的这种东西 然后这个亚洲品牌呢还是第一次用 它呢没有欧美品牌那种特别的刺激皮肤 这步骤呢就是那种代谢角质的 然后呢能去掉这些死皮什么的 然后它里面呢是这样子的 它呢是把它拿出来是有化妆水滴出来 它的这面呢是化妆棉 它另外一面呢是这种偏网状的 然后这个呢可以用在这种鼻子 就是毛孔比较粗大的部位 这个呢手是可以塞进去的 可以塞进去三个指头 然后把它就是在皮肤上按摩按摩 它是有一点清清凉凉的这种柠檬味 它也挺好闻的 这擦拭在脸颊上特别舒服 然后这个带网子的这面呢可以用在这个鼻子上 它呢是说能按摩出黑头 但是我觉得这是按不出来 按出来的话你真的是想多了 把脑膜也擦一擦 这个步骤呢它其实有一点点像刷酸的感觉 但是特别的舒服 我之前用过欧美品牌的这种peeling pad 用完脸上真的超级刺痛的 而且呢这个化妆棉耐久度也很不错 就是你这么用它不太会破的 如果它破了的话就说明你脸部擦拭的差不多了 适可而止吧 再擦脸就该破皮了 这个面膜我用了已经只剩三片了 我之前用完以后第二天鼻子上真的会有褪皮的 它真的有一点点刷酸的效果呢 反正使用起来还挺舒服的 脖子也别忘了啊 我脸洗的还蛮干净的 所以呢这个擦不出来一些黄黄的东西 里边呢还是有化妆水剩余的 我之前试过就那种特别吸水化妆棉 放进去呢可以把它整块都给弄湿了 然后这个面膜呢我有时候也会分开来用 就是如果皮肤特别敏感的话 会跳过第一步 然后只用这个第二步 现在呢我们就来附这个第二步 然后它呢是偏凝胶状的这种面膜 就是褶梨状 这个面膜呢就是有一种糖果加上一些脂粉味 反正味道呢并不是很好闻 它的精华液呢是这种乳白色的这种褶梨状 但是抹在手上就变透明了 然后面膜纸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韩国面膜纸一般都非常好用 它呢都是那种特别薄的 反正我试过这个面膜敷起来大概半个小时都不会干 可以看到吗它特别的薄透 然后呢把袋子里的精华液再挤到脸上 其实还有一点点剩余 然后呢我会抹在鼻翼上 这样子呢它会更服贴 然后呢这个面膜呢在这些部位还是切了几刀的 然后这样子呢贴向会更服贴 反正现在敷起来还蛮舒服的 然后呢我准备待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一会再见 还可以拍一拍 刚才呢一不小心敷的有点久了 这下边和鼻子这都干了 把它接下来 然后剩下的在脖子上稍微敷一会儿 敷完以后呢脸上呢补水力就特别足 然后有一种亮白的感觉 其实蛮有意思的一点是就美国人说人皮肤白都会用pill 就是不会用什么white什么的 然后呢我觉得最好呢还是把脸洗一洗 要不然的话一会儿肯定会觉得特别有负担感 然后会有一点点黏 刚才我洗脸的时候发现呢 就精华液呢是都在脸上的 然后面膜纸基本是干的状态 就说明它能完全的附着在脸上 然后面膜纸是个介质嘛 它就能把精华液然后让它敷在脸上 这样子呢更贴合 然后它这个面膜纸上呢并不会吸收很多精华液 然后今天呢用这个Dyphon的这个一个精华 这个小小的一罐快被我用光了 反正敷完面膜以后还是要上护肤品的 这样子呢可以把之前的那个补水力牢牢的锁在皮肤里 这使用感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不会回购 我觉得并没有多么经验的效果 然后之后呢再用这个Peter Thomas Riles的 黄瓜面霜 现在已经差不多吸收了 然后再涂点这个小黄瓜面霜 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我们下次再见 我去玩动森去咯 我们再见 拜拜